臺北市行大今天 偵破了一個毒品犯罪集團 這個犯罪集團 不僅是大量的販賣這個毒品 還脅迫醫學院的畢業學生 來擔任制毒的人士 那麼這個主協 把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先囚禁 然後強迫他必須生產高 純度的安非他命 如果不配合 就馬上暴力相向 那麼整個製造毒品的過程當中 是以高難度的紅鄰法 來進行還原製造 而且利用了非常專業的醫學知識 來處理 過程當中西市過入這個製毒的情形 產生了很多惡臭 那麼這個製毒工廠 藏身在一處的民宅當中 也但是卻躲避了警方的追棄 不過後來警方透過了憲民 還有跟姦逮捕到五名嫌犯